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生过程当中挫折不断 之前尝试了各种事业 最后他决定要在阿里山山脚下种有机树玫瑰 而这种树玫瑰跟一般的玫瑰花不完全一样 在过程当中他用尽了各种方法尝试吃尽了苦头 但是在努力认真之后不认输之后天自安排 而他也终于有了精彩的人生发现 小朋友大朋友来跟郑叔叔走 有没有看到白鹿丝 对白鹿丝在逛大街 你看白鹿丝在逛大街 你看蜜蜂 刚才有一只蜜蜂在采那个玫瑰花粉 玫瑰花特别是感温作物 冬天冷了才会有花 那等待过程很漫长 你需要忍耐 有一句话讲得非常贴切 叫做你若花开蝴蝶自来 真的是这样 我来前面看那一朵花很漂亮 那个那边 郑宇超说的是花也是自己的人生 没有那些年的波折 就没有陷在嘉义阿里山脚下 这满园子的芬芳 让他能带着游客认识生态 和不同于一般切花玫瑰的树玫瑰 这是有嫁接过的玫瑰叫树玫瑰 嫁接是结枝 结枝在薔薇科 特别是野薔薇 野薔薇身上 它有强大的生命的供应力 所以我们叫树玫瑰 不是长在树上的玫瑰 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对 甜味 一个蜂蜜味 对 蜂蜜味 对 好香喔 结枝过的玫瑰多年生 品种多 花苞多 有观赏食用价值 像这种橘粉花瓣 优雅层叠的朱栗叶 气味和滋味都很疗愈 野薔薇直接吃一口咬一口 舍不得吃 舍不得吃 对 美丽背后有四年的坚持 退伍后回家帮忙做股品经销的 郑宇超 本没接触过农业 以为转行种生命力强的树玫瑰不难 没想到从买植株开始就发现 不简单 这个 对 雅典是要做什么 对 要去嫁接用 首先嫁接好的植株 价格昂贵 想省成本就必须学会接枝 为此他请教专家 还要自己不断练习 就这样 对对对 把它切开 这个 我们要的是它的压点而已 即使认真投入 想办法准结 家人仍不能理解 没有一个人赞同的 甚至泼你冷水 他会说 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他说 放着家里的生意不错 跑去种灰 灰也当家了 然后花会给你钱 那个钱会掉下来 实在是因为失败太多次了 六年多前 郑宇超离开家族事业 想靠着自己 在古物产品上的创新创意 去外面闯一闯 却惨遭滑铁炉 有很多理想你要去实现它 所以必须 有很多产品 你必须把它开发出来 那开发过程 有包装费 设计费 还有甚至要去展览费用 那前前后后可能将近烧掉了 将近五百万 就是把积蓄都赔上去了 不想认输就得再找出路 当时他看上咖啡市场 于是花时间去学习 考照 参展推广 新鲜不混豆的阿里山咖啡 却是再一次的事与愿违 同样是人家品尝出来 在盲测的过程中 会发现他们不晓得你是阿里山 或是国外的时候 会发现国外的竟然这么香 那价格一摊开 哇 这么便宜 那所以我们在地的竞争力 就失去了 就很可惜 接连挫败后 又说要在朋友的建议下 种有机树玫瑰 家人才会那么担心 但郑宇超不甘心就这样放弃 他不顾反对 硬着头皮再拼一次 就在老家果园种花 结果发现怎么那么多虫害 还有这个白白的也是一种虫害 看到都要把它修掉 因为玫瑰整棵都是非常营养 你跟菜牙跟玫瑰种在一起 虫虫你知道它会吃什么 先吃玫瑰 它不是先吃菜 对 对 因为玫瑰太香了 又热又好吃 你叶子都吃 第一年还遇上天气变化 上百颗植株几乎死光 玫瑰怕多雨多水 它根部会积水 种在比较低窝的地方积水 它就整个根部烂掉 整棵就死给你看 哇 那时候很伤心 这才体会当农夫不简单 玫瑰怕热怕潮湿 在台湾要种得好 得把它当公主般呵护 郑宇超决心好好学习 从浇灌水量控制 到如何防治病重害 那不轻松 每游客时他要天天寻人 一发现枝叶有异状 得马上在叶片上下 仔细喷洒苦练油 或葵无路驱虫 为了给喜欢全日照 又怕太热的玫瑰花 更好的照顾 甚至再去贷款 盖温室 装特殊的遮阴罩 这个遮阴网很特别 是来自日本的遮阴网 慢慢的花健康了 收入和付出却不成正比 调湿了两三年 不容易 你说很好调试 那是骗人不可能的 一定会遇到内心的挣扎 特别是收入不平衡 有机的产量是减少一半以上 拿篮子嘛 他必须再想办法 还好妻子一路支持 夫妻俩想着如何把营养的玫瑰 做更多加工利用 有遇到它里面厚 含苹要把它剥开 太厚了 对对 它烘不干 这样它干燥程度才会完全 他们把采收下来的树莓龟分级 绽放程度七成的完整花朵 花形漂亮 香气浓郁 适合整朵烘干泡茶 花形小或花瓣不完整的也不浪费 可用来蒸馏成纯露 但起初失败连连 蒸馏出来的香味怎么不一样 对 不一样的香味 不是想象中那么香 然后就不断地去找书籍研究 然后请教前面的一些专家师傅 然后那个参数怎么去调整比例 铜锅蒸馏的好处就是说 它的导热比较快 导热快就是萃取出来的玫瑰的纯露 会比较香甜 为了做到最好 它从锅炉选择到时间调配都讲究 早上采的一定趁新鲜马上蒸馏 过程中还小心翼翼用胶带封住接口 就是衔接的地方一定要把它封起来 这样蒸汽就不会跑出来 花就比较不香了 因为那个蒸汽就是花香味 2.5公斤花瓣要取3000cc纯露 至少得花两个小时 等待的时间可不能浪费 它把准备烘干的花朵再拣选一次 确保每一朵都完美 对细节的要求 和对玫瑰的全新投入 让我们不禁好奇 当初屡败屡战不断调整方向的它 怎么反倒在树莓归上坚持不后悔 每当遇到挫折 每当遇到心情不好 或者说收入不稳的时候 我去闻那个花香的时候 也就带给那个疗愈的力量 胜过精浅的力量 好 来了 那动力来自有一次有个老师 带了群身心障碍的孩子来参观花园 那一群人真的是闻到花的时候 他们脸上绽放的笑容 最沉尊 最自然 哇 通他们脸上 可以看出玫瑰花的疗愈能力 是这么的高 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个女生 她一直拉着我说 郑叔叔 郑叔叔 这朵可以送给我吗 这朵玫瑰花叫做芭蕾舞群 很漂亮 对 漂亮吗 对 我觉得还有一群人 更等着我种出美丽的花 等着他们去欣赏 带给他们的疗愈 那这一股力量能够 使我度过这个艰难的状况 在漫长的磨练中 披荆斩棘 恶曼走出一条路的郑宇超 也终于领悟到 原来事业成功的定义 不是金钱收获而已 以前虽然如果假设 你有赚到钱是自己开心 家人也开心而已 但是问题 但是现在也不是 现在不一定赚得到钱 但是发现大家都喜乐了 有一句话也写得很好 他说 证人玫瑰手留余香 你看我的双手 充满了花香味 他说得很好 证人玫瑰手留余香 人从互动当中去传递美与善 而这样子的循环 生生复习 谢谢大家 我上次看我 因为 是 对 我上次看我 面子 还好 是